今天心情很開心啦然後拿到這輩子的第一個新馬獎最佳剪接啦 因為我自己是剪接入行的 對我是剪預告片入行的所以拿到剪接非常的開心 老實說不管周怎麼樣我們都很替自己感到驕傲了 對對對不管他今天得13座獎還是一座獎或甚至沒有得獎 我都覺得我們全體的劇組人員都很為這個片子感到驕傲 因為他已經很屌了 希望下一部電影可以再往海外走一走想要做一些跨國的合作這樣子 那有沒有想要走跨山跟老婆說 什麼話能跟老婆說 就我愛妳老婆我愛妳 謝謝妳我們今天才會有揍這部電影 兩位的心情 心情其實我真的滿輕鬆的 而且像那時候公布最佳女主角是張姐的時候 我就哭了 一種崇拜然後就是粉絲的心情來超聲 然後我覺得這個劇組的大家所有人都很認真把自己分內的事情做到最好了 已經盡力了 對我來說我是沒有遺憾的 我這邊就跟我原本預期的差不多 所以只是 欸 居然是朱宣揚 很好 我覺得也是很棒 因為 年輕又有朝氣 又有肉體 又有能力 不給他給誰 雖然我有點想給理程 但我不是評審